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这个TikTok这事 我觉得很多人 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全面的 咱们把这个主要还是从法律角度谈一下 这个事最后怎么演的 我先把咱们掌握的信息给大家说一下 就从法律角度看 中国已经断了TikTok可能被美国收购的这个路了 你不要想美国人要收购中国 TikTok它能成功 它就不可能成功 理解吧 它所谓的收购这个事就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 中国这边法律2020年商务部和科技部 已经是做了调整了发布了 说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的技术攻击 这个相对的核心技术 中国已经进行保护了 换句话说 你想要你要收购TikTok 中国法律就不允许自己在调用麦 给大家吃个定性丸吧 中国2020年那时候是川普要抢 结果中国把它干了 当时对于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 中国是可以确定现在美国抢不走 这些企业是卖不了的 中国是不可能把核心技术这么出售的 绝对是不是美国想抢就能抢 这是中国有背书的 相关技术出售首先必须得中方同意的 这条款里面是明确说的 那么换句话说 美国明抢中国的TikTok 法律程序上实际是卡死了 咱们既然明确这一点 就是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卖 那咱们咱们看现实什么 现实其实这个 现实听有意思啊 这个美国的各个这个大佬们 实际说了 我们不是为了让TikTok消失 而是我们让它变成一家美国人的公司 他说的再明白不过 他这话其实也是认怂的 一个怂什么呢 就是不想得罪这帮TikTok和1.7亿人 美国抢这个TikTok啊 这个挺有意思啊 其实也变相的说明什么 美国人是在跟中国 咱们说耍魂了啊 耍魂 这事他知道赢不了 但是非要赌这么一把 其实非常无聊啊 他会抢的啊 这个咱们中国从这个川普当时干 咱们就知道他会抢 这个首先美国政客反复 向民众强调 我们不是要禁TikTok 而是让TikTok变成 所属权变成美国 你看这个就是核心 但是咱们讲中国就不可能卖 你的所属权变成美国 也是个非常low的 这个所谓的算法是不可能卖给美国的 所以变成一个非常low的 这个美国的TikTok 他想做的是这个 即使非常low 他也要保证这是美国的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强调 因为700多万中小企业 也包括1.7亿美国公民在使用这个TikTok 这个TikTok这个巨大的人口就是选票啊 而且很多人在这个上面赚钱呢 这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啊 可能大家不了解这个美国法律啊 美国的这个 现在他们做的事啊 其实一直在有争议 为什么 他可能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设案 对吧 这里边 法律里边除了言论自由问题以外 还涉及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宪法条款里边有一个叫达标法案条款 你可以我去查 达到的达标准标 达标法案条款 这个达标法案条款是一种立法行为 它是不经审判 就对个人或团体进行惩罚 这个在宪法上是被禁止的 你可以再结合这个TikTok这件事啊 所以呢 TikTok这件事 被禁可能就是已经触及了达标法案了 另外呢 TikTok禁令可能会面临这个 比如说州啊 他们监管啊 比如说这个当年这个 就阻止各州通过这种限制性贸易法 比如说美国地方法院当时又判了一个蒙大拿州的一个禁令 说呢 这个TikTok法案说 该州的禁令超越国家权力侵犯用户宪法权 就是仅止TikTok过程中啊 他这个蒙大拿州立法机关损害了用户的第一修正案立法权 权利 就是切断了许多人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 你看 就是失去收入来源这事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事 看到了吧 就是你不能砸人犯吧 因此呢 很显然这个蒙大拿州的这个地方法官就认为 这个 就原告已经确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可能性了 所以说你砸人犯网了 我就不能判 看到吧 所以美国人讲的是这个 看到了 你们这帮议员是有饭吃 国家养着你们 但是老百姓这1.7亿人是没饭吃 至少有500多万人是没饭吃 他指着就吃饭了 你能砸了吗 所以按照美国法律 这个事就 我觉得这个事就 这就为什么美国这个包括这个佩洛西也说 我们不是要关他 他实际就逼着中国政府卖 但是我现在直接告诉你美国人 你卖不了 我中国政府把这事都断了 卖不了 你看啊 这无论是他使用什么招啊 这个实际都在逼中国政府 看到了吧 美国七百多万的民营企业 很多救援人口 这种杂人饭碗 客观讲呢 这个互联网平台经济其实很赚钱 很多人用好的是很赚钱 很多人反感听到 其实这个如果是你要是赚钱的话 这个非常好 你用他来赚钱是非常快的 非常便捷吧 说白了 是一对一的 直接直到用户手里边 对吧 美国那边情况其实也一样 中国大陆现在这个 这个电商带货 直接一对一 对吧 你东西好就不愁卖了 只要有一个平台 那现在人家把这个平台拿去 实际就是中国的商业 思维明显领先美国的表现 美国落后了 有人再说美国人先进 我觉得那就是真傻逼了 所以美国的政客呢 他就绝不敢轻易的下架 或者是封杀 因为不仅美国的重要企业 他们也需要 而且美国的商家也是需要的 这么一看 其实可以看出 美国人其实 你说这帮议员们为什么这么干 其实很简单 他只是在逼中国 逼中国就范 实际可能更多的是试探中国 什么意思呢 就美国政客一直强调的 就是让大家放心 我们不是要封 你看这话里边说的很明确 不是要封 这款软件非常好 你看要不然拜登也不能进去吧 他也入住了 我们是要把他抢过来 变成美国人自己的 就是你们全美国人都支持我 全美国人支持我什么 全美国人支持我们 把这个从中国人手里抢过来 要脸吗 要脸吗 不要脸吗 这帮海盗不要脸啊 可以看到啊 这个沙利文和佩洛西都说过 反复向老百姓强调 说你们放心以后 TikTok还会去用的 我们只是会 只是想把所有权抢过来而已 而不是要封杀这玩意 你看这个沙利文也讲了嘛 佩洛西也讲了 很多老百姓 他们可能就不会跟你在这降这些 掰扯这些 他们认为就是你要关 TikTok 现在看呢 这种软短视频 这个TikTok被封禁 美国大量的商家必然会暴跌的销量 然后呢 会找这帮个算账 所以实际他在赌 赌什么 赌中国没有反制 那最后就是 忍动割爱等等 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尊重 美国如果尊重老百姓 这些人的饭碗 他就不可能疯 我觉得他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干 但是考虑到现在 有这个犹太集团参与 我觉得还真不好说 他会不会像对待 他对这个巴勒斯坦人 现在对待中国人也一样 总的来看呢 就是美国抢中国的 在法律程序上 实际已经卡死了 中国是卖不了的 中国政府不同意 所以现在看呢 很多人认为呢 这个抖音 就TikTok 这个可能真正的博弈啊 其实是 就是一定是美国用户用不了 然后到这程度 让美国人最后上街 找这帮议员算账 发泄到美国政客深刻身上 这种啊 就是他最坏结果 所以美国议员 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就不能进 就不是不能进啊 就不能让他这个不能用 那基于这种呢 也就是咱们说 真正的抖音啊 失去 可能最大损失的是美国民众 但是美国民众一定会把这笔账 算在美国政客身上 那算在美国政客身上 未来是要拉选票 所以在美国大选之前 这这笔账啊 你看啊 这这种挑衅 我觉得他一定会结束的 换句话说 美国选票啊 选之前 他又做这事 实际在警告TikTok 不要说我拜登的坏话 啊 卧槽吧 什么是啊 什么是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 就是我可以让什么 让这个啊 好像是众议院过了 参议院没过 参议院可以拖 把这个事拖到大选 结束啊 不了了之了 最后 但是呢 你要明白啊 这个期间啊 你不要逼我拜登签字 那你TikTok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不要玩 我说我拜登不好的话 你说这种政治胁迫 是不非常厉害 啊 你说这个 他能做到那个 要让普通的这个 美国老百姓就没了饭碗吗 我觉得他也不敢 但是那个时候 大选肯定是拜登就完蛋了 办这个签字就完蛋了 但是现在看 他现在什么 他在卡在这 搞这么一个 不上不下的实际是什么 刀架在脖上 你给我交钱 或者你给我老实点 所以这种博弈啊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什么呢 这个 可能就是美国的两党斗争了 那所以川普 他是支持 这哥们 之前是反对的 反对TikTok 他要没收中国TikTok 这风水轮流转啊 现在看他又支持TikTok 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参议院不着急 众议院通过参议院不着急 实际就等待着这个 就是等待着这个美国的大选 美国大选的时候 你TikTok到底怎么表现 如果他妈对我无力 我他妈的失败 我他妈彻底玩死你 所以这一次呢 咱们要看啊 后续发展的时间 时间表 如果真的就是发展到了这个美国啊 这个 这个咱们说呢 拜登和川普到了关键时刻 那可能TikTok就有决定性了 所以这真正是一个杀人戾气啊 或者大选戾气啊 TikTok已经成为核心中的核心了 那马斯克都已经被犹太人给搞定了 这个要当犹太人嘛 所以可以想想 现在唯一能坚持住的就TikTok 但TikTok现在不听 真正啊 川普如果没有声量 他就没法赢得大选 所以拜登实际就是在控制TikTok 给川普的未来的声量 那TikTok我觉得他也很聪明 我觉得认识这个TikTok的周寿姿啊 是吧 可以把咱们的频道介绍给他 交给他 让他看 你现在只要向拜登啊 等于是这个 咱们说呢 保证啊 未来不会强行推 或者是更多的推这个川普的东西 拜登可能就啊 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咱们分析过 他不可能去砸这些美国人饭碗 这个最后我再补充一句啊 这个 这个特朗普曾经命令这个CIA 在中国社交媒体发密集行动啊 煽动反政府啊 这事儿其实咱们早就知道啊 但是现在被曝光了 和这个 实际和大选期间啊 这个 TikTok可能要封啊 所以川普啊 我觉得没有TikTok 川普是一定赢不了了 现在人家把TikTok给拿住了 掐着你喉咙了啊 你 你老不老实 所以咱们说啊 这帮政客 你说什么是 这是黑社会嘛 什么是黑社老爸 拜登看那个样子 就是一点型的黑社老爸 小艺 seizures 病毒 病毒 病毒